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這個先鋒服呢 新的公告出來了1.100版本 1.100 這個是一共是四位數 通常後面都是兩位數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公告的時間比較早一點點 他的公告時間是在 10月9號 那也就是是禮拜天 那今天才這個 10月5號是禮拜三 所以先鋒服的話這一次更新的時間 原本都是今天更新 對不起今天公告明天更新 那這一次呢 新的惡魔出場 怒恨魔獸 卡尼薩&魯克 那這卡尼薩聽起來像是 像是女生喔 然後魯克的話應該是這個魔獸的名字 那所以說呢這可能是一個 一個怎麼講呢 這個什麼講迅獸死之類的 好然後呢再來就是新增這個 怨恨魔獸卡尼薩跟魯克的 這個試用試用活動 好然後會在10月10號 這個是那個雙十節 那10月9號更新完之後呢 隔天就可以試用了 所以說沒有錯 那再來呢新增的內容跟優化 新增玩法 獵魔手技喔 通關32至60可以透過奇境探險進入 然後呢冒險者將跟隨 獸魔人的步伐完成挑戰目標 獲得豐厚的這個獎勵 不知道說這個是一個 循環的任務呢還是像那個 怎麼講奇境探險喔 一次就結束的這個樣子 那這個的話是在10月14號才更新喔 獵魔手技喔新的玩法 然後呢喔又一隻新的獸靈出來的喔 就是盾冠龍蜥喔蜥蜴 然後這個是過關14至40喔 那這一隻的話應該也是紫色的吧 然後新增獵寶角逐區塊 這個探索區域的話原本好像就是三個出發點嘛 現在又多了一個 是不是這樣子可以分散玩家 然後我們排名就可以爬的比較前面一點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用意喔 然後呢新增亂石之境深層追角的推薦陣容 阿水啦 就是Copy別人的這個陣容 無腦Copy陣容之類的 然後呢新增暗影入侵求助功能 暗影入侵的話就是這個Vampire Survival的那個遊戲 那這個的話呢就是這個也要求助 不過呢三消活動也有求助 那暗影入侵的話 欸?暗影入侵怎麼不見了? 它是固定在什麼地方嗎? 我忘記了 真的不見了 它是不是藏在這個時光之巾 看一下喔 幻想口袋 阿對啦在這個地方暗影入侵 那迷糊森林也是有這個求助功能 所以說很合理 好那我們再繼續看喔 欸這一個是 新增大冒險家特權 就是VIP吧 增加共鳴水晶槽位 與提高生命精華離線收益 大冒險家特權 增加共鳴水晶的槽位 這個就是說可以多放一些英雄 這個不影響進入集運夢境 因為集運夢境的條件是兩個 一個是你的這個等級 一個是你擁有的神話的這個英雄數量 所以這個呢就只是 怎麼講呢 VIP的玩家多一點點這個方便性喔 然後呢提高生命精華的離線收益 這可能會再多加 再多增加一點資源吧 然後調整英雄攜帶數量上限 這個也不錯 每次合一合之後呢 這個英雄就爆掉了 好然後呢 再來這個習近探險副本 是每次都會有的 然後奇境賣遊的副本 這個是舊的這個奇境探險 拿過來復刻的 然後戰爭藝術60% 然後他就可以解鎖 好王座之塔 1600了 然後呢其他也是一樣 再繼續往上開 然後再繼續調降 好那英雄調整跟優化 呃這個不影響實際戰鬥 不影響實際戰鬥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欸喔喔 莫塔斯喔 某些狀況之下呢 貪欲之刃 偷取的護盾未能生效的問題 好那應該是影響不是很大的 所以說這一次的話 呃重點就是 應該看起來就是 重點就是算三個吧 第一個是 喔終於有一隻新的這一個惡魔 那應該這隻角色的話 還蠻值得期待的 不知道說這個主動龍徑上不上 可不可以上場 因為我現在這個 占星抽已經存了很多 因為我是為了要等這一個 呃等那個 SP的英雄上白色 放到那個占星抽裡面 不過那個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說如果這隻惡魔不錯的話呢 欸那如果說 那可能可以錄一個 大概占星200抽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這一個 新的這個玩法 烈魔手技 不過這個在更新之後 又要再等個五天吧 你才可以玩到這個機子 然後亂石之境 這個快速戰鬥 這個編隊功能 欸這個對我來說也是 也是蠻重要的 就跟這個推主鍵一樣 這個懶人的這個功能 好啦那影片就先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觀看 然後更新的時間是在10月9號 不是明天喔 OK那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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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是 一回到天 我們下次見 超級不透明的 com 拍攝 4